我摊牌了,我承认全宇宙都是韩国的 众所周知,韩国是一个钟爱收藏古代文化和历史名人的国家 仿佛全宇宙都是他们的 所以我国国民友善地称他们为宇宙国 那么他们有多喜欢收藏呢 我们就以论证孔子是韩国人为例,看一下他们的逻辑 根据历史记载,周五王将姬子分封到了朝鲜 所以姬子是韩国人的祖先 威子是姬子他侄子,所以威子也是韩国祖先 然后威子建立了宋国,所以宋国等于韩国 最后孔子的祖上是宋国贵族,所以孔子的祖宗是韩国人 得出结论孔子也是韩国人 我不得不说,这套逻辑真的是完美到我无力吐槽 听完这段分析,我不知道孔子是不是韩国人 但我严重怀疑,论证这个逻辑的专家是个俄国人 他搁着玩套娃呢 一开始,善良的我也以为这只是某些不良专家的哗众取宠 但事实却证明我错了,他们的业务开始越来越熟练了 什么,韩国人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李时珍是韩国人,中医是韩国人的医书 李世民也是韩国人,韩国人还补育了黄河文明 我的情绪也逐渐从震惊到麻木到习以为常 我甚至想问问韩国人,国祖你们要不要 我愿意承认国祖是韩国人的 近日冬奥会开幕,一位首托国旗的朝鲜族姑娘 又引发了韩国网友的热议 他们认为这个姑娘穿的是韩服 中国在侵占韩国文化 对于他们的这种反应,我只想说 呵呵,正如我视频开头所说的 我摊牌了,我愿意承认全宇宙都是韩国的 但我有一个小小的条件 请承认韩国是中国的 好了,我是白乔生 每天为大家爱立最新最火的网络用语 记得点个关注啊 我们下期再见